再一题 刚才是四欧母跟两欧母什么脸 串联 现在变成四欧母跟两欧母什么脸 并联 对这一题而言并联会更简单 为什么并联会更简单 因为我们讲过并联的时候谁一样 电压一样 那就等于这一题的电压就知道了不是吗 就等于这一题的电压都知道 你知道电压 你知道电压 然后有电阻 就带回公司就可以求嘛 对不对 所以就很容易找到四欧母的功率多少 两欧母的功率多少 可爱小女生 No.3 3号 3 谁是3 多少 4分之 4分之9 2.25 请坐 我刚才讲过了这一题会更简单 因为我是并联电压都一样 所以你就晓得四欧母电压多少 三伏特 那有电压有电阻怎么求功率 V平方 除以R 就往里面塞啊 好 电压都一样嘛 四欧母电压等于两欧母电压等于总电压嘛 都是三伏特嘛 都都一样 就往里面塞就好了 三的平方嘛 要除以四嘛 所以他刚才讲四分之九嘛 就是2.25啊 所以同理可证 两欧母多少 同理可证 两欧母多少 怎么今天都倒数 怎么那么好玩笑 三三 多少 二分之九 请坐 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电压知道了 电阻知道了 公式叫做V平方除以R 电压就刚才那个三伏特 所以呢 都一样都三伏特 电阻两欧母 就三的平方除以二 所以叫做二分之九 4.5啊 好了 下一题 跟刚才基本上相同 但改了一个地方 不是问一秒钟 问一秒钟的能量 就可以直接求功率就好 对不对 现在问的是一分钟 那我们讲过 我们现在通常是算出功率 在乘以时间嘛 大概乘以时间 时间是一分钟 那记得换成60秒 那怎么做 一秒钟的能量功率呢 一样嘛 方法一 总 方法 总 全部 用总电压 总电流 总电阻算 总功率 方法二 总提供等于 总消耗 就可以了 现在换男生 对不对 帅哥呢 换女生吗 女生 12 一分钟哦 要有60秒 多少 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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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电池提供的功率 是两个功率嘛 叫做总提供等于 总消耗 所以就直接加起来就好了 前面已经算完 直接加就可以 就不用再啰嗦了 OK 但是你要一分钟嘛 所以要怎么办 一分钟嘛 一瓦特是一秒钟 一焦耳啊 一分钟要怎么办 要乘以时间嘛 秒数嘛 60秒 所以功率换能量要乘时间 时间要一秒做单位 所以有答案就40 就算完 那就是这样结果 刚刚跟你讲过了 刚才的那一题跟这一题的答案 我后面要用 到时候再说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计算 OK吗 OK